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艺人张先生今天被爆料正在与原艺术体操国家队选手沈秀志交往 不久后两人的经纪公司先后确认了该消息 今天有媒体爆料张先生与原艺术体操运动员沈秀志不久前因为同样爱好保龄球而发展成为了恋人 至今已交往了四个月 张先生在2009年作为Beast Day 原初到2016年4月退出了组合 深秀志曾作为艺术体操国家队运动员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和20010广州亚运会 2011年退役后他转型为了保龄球运动员和节目主持人 分享 在相关阅读 王子文自拍摄腹肌王子文善腹肌活力 健康充满运动美 来源 新浪娱乐 王子文表情超酷 正拿着手机对镜自拍 但这并不是最显眼的 最显眼的是他的腹肌 健康 活力 充满了运动美 照片中王子文穿着黑色背心 搭配橘色长裤 脚下还穿着一双可爱的兔子拖鞋 黑色的鸭蛇帽鸭的滴滴的 遮住了眼睛 只能看见他表情超酷 正拿着手机 对镜自拍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显眼的 最显眼的是他的腹肌 健康 活力 充满了运动美 原标题 王子文对镜自拍摄腹肌 活力健康充满运动美 张卫健正是二弟洗澡时昏倒暴毙 兄弟俩曾为钱反目来源 中华网 据香港媒体报道 52岁感兴张卫健的二弟张 卫一作为发现昏迷于香港家中 警员及救护员到场后 确认张卫一已死亡 案件并无可疑之处 但死因仍需调查 张卫健透过电话向香港媒体证实 弟弟是在洗澡时晕倒 影视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过世 据悉 报案的则是张卫健的 三弟张卫基 张卫健证实弟弟已过世 并说明其立死因是在家中浴室洗澡昏倒 他坦言应该在没有痛苦下走了 妈妈目前不要紧 很镇定很坚强很棒很豁达 每人都有来和走的一日 如果可以在没有痛苦下方式离开 都是好事 张卫一早年曾担任张卫健经纪人 但后来张卫一离患忧郁症 还指控哥哥张卫健拖欠 其担任经纪人13年已 来的2000万港币 约为1660万元人民币佣金 张卫健当时发声明称指控绝对不实 家人自此与张卫一甚少联络 张卫一一人 独居于张卫健及母亲联名持有的一间独立屋 任职警司的弟弟张卫基昨日上门 才发现二哥张卫一在家倒闭 原标题 张卫健弟弟保闭 兄弟俩曾为钱反目 张卫健三弟报警 王俊凯老师微博点名夸弟子 暂期成功不止因幸运来源 封俊恩话 王俊凯原标题 王俊凯老师微博点名夸弟子 暂期成功不止因幸运今日 北京电影学院隋兰老师微博点名夸奖 新生班同学王俊凯 这学期结束一直忍着没说 但还是想表扬一下我们小凯 表示对王俊凯出情侣的担心完全多余 王俊凯不仅准时上课还坚持出成功 隋兰老师写 道 我们其实理解他的辛苦 小小的年纪承担的工作复刻 已经是超赛的 这个年龄本该体会的简单和快乐 对他也许是个奢侈 我们第一学期的教学观察生活练习 教学组甚至在向他哪有时间和空间 去观察平凡的生活塑造平凡的人呢 但是小凯还是交上了他的学期作业三个人物的塑造 打黑车的学生 流浪汉 兄弟情等练习 礼赞了王俊凯对课业的认真态度 此外 老师还透露王俊凯 不仅之前在考场上 主动帮助其他考生班道具 礼貌的鞠躬以及道谢 在最近期末考试期间 跟同学队玩戏一转身拿起了蹲步 把教室整个拖了一遍 可见王俊凯丝毫没有成名过早 而产生的浮躁和距离感 老师也对此暂需有加 考试前那一刻 我在想这个孩子的成功 不只是因为幸运啊 王俊凯在北 经电影学院第一学期的学习结束 作为他的代班老师 我认为他本学期学习认真 和同学相处融洽 尊师重道 也相信他一定会把电影 学院的精神星火相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陆寒善性发型 暖南方变息哈范 脏便也很帅来源 中国日报网 陆寒出道多年造型 多也简单 精心为主 总给人暖男形象了他 四日晚间晒出破格新发型 让网友看了惊呼脏便 陆寒发文公开破格脏便造型 照片中 他穿着绿色长袖帽衫 头发中间变成脏便 两侧仍维持顺毛 额头还打上黑白图纹头巾 与一直以来形象不同 可说是出道以来少见的造型突破 原标题 脏便也很帅 陆寒善性发型暖南方变息哈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